新約聖經 路加福音第十章 一到十一節 以及十六到二十節 那我們今天的經節比較長 所以我們要請大家 弟兄們一起來念三數節 姊妹一起來念偶數節 路加福音第十章 一到十一節 我們一起來看神的話語 路加福音第十章 第一節 我們請弟兄來念 這次以後主佑設立七十個人 拆遣他們兩個兩個的 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的各層各地方去 第二全新姊妹 就對他們說 要收的庄稼多 若工的人少 所以你們當求庄稼的主 把花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第三節 你們去吧 我拆你們出去 如同養高進度狼群 不要帶錢朗 不要帶口袋 不要帶血 在路上也不要問人的安 無論進哪一家 先要說 願這一家不平安 那你若有當得平安的人 你們所求的平安 就必贏到那家 不然就歸於你們了 你們要住在那家 適合他們所供給的 因為工人所供給的 是應當的 不要從這家搬到哪家 無論進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們 給你們擺上什麼 你們就吃什麼 要一次那城裡的病人 對他們說 神能夠臨近你們的 無論進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們 你們就到街上去 十一節說 就是你們城裡的城土 黏在我們的腳上 我們也當著你們擺去 雖然如此 你們該知道 神的國盡 徒第十六節 請弟兄先來讀 第十六節 又對門徒說 聽從你們的就是聽從我 棄絕你們的就是棄絕我 棄絕我的就是棄絕那猜我來的 那七十個人 患患喜喜的回來 說 主啊 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扶惹我們 耶穌對他們說 我曾看見灑蛋 從天上墜落 像神臉一樣 我已經給你們的權秘 則以踐踏蛇和蝎子 又勝過仇敵一切的能力 但沒有什麼能害你們 二十節 我會一起來讀 然而 不要因為福樂你們就歡喜 要因你們的名 基督在天上發行 願我們的父神 賜給我們智慧 敏養祂的話語 接下來今天的講座